他这位朋友用到鼻气 然后也是有黄谈 不过质疑了啊 鼻气不好食啊 那你没问问他 他咋用的 他回话了 他说了 鲜鼻气六枚 大枣三十克 下锅煮半小时 这就有问题了 咋的呢 咋的呢 鼻气是干寒之性 它要去制热的 那么你又加了大枣 大枣是干温之性 它是补义的 而且它是雍质的 越补越雍质 那这个黄谈不就越重吗 那这气机堵上了 取错几分了 对吧 你看这用错了 你看是不是你用错了 这个配舞搭档 没找对 所以说这个鼻气的搭档 咱们得选好 针对像这种咳嗽啊 又喘啊 还有这个燥热黄谈呢 应该给他找个啥搭档啊 我这里呢 给大家带了一个名方 五枝眼 就是针对这种咳嗽 喘加黄谈 五枝眼嘛 鼻气已经在里边了 还差四个呗 对啊 大家看一看 这都是有什么 这有一个麦冬 我认识 但是麦冬不是润肺的吗 对啊 润肺 麦冬是偏良性的 它是针对那种 黄谈而造 咳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用麦冬最好 那莲藕和梨大伙都认识 地球人都知道 对肺好 梨有润肺的作用 它偏良 润肺就自造啊 自热 那么莲藕 我给大家想想 莲藕是在水里 水生的东西啊 都是偏良性的 它本身 它也有一个清热的作用 最后这一个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啊 最后这一个 是炉根 这是干的炉根 炉根有鲜炉根 有干炉根 我们东北啊 很少能找到鲜炉根 那在水里的拿出来就用的 咱们东北一般的这个季节 都冻冰了 鲜根啊 是干寒之品 清肺热 非常好 这样全了 无止饮吧 对啊 这一配物就是清肺 润肺 化痰 就针对于这种咳嗽 喘 加黄痰 甚至于黄痰难以卡出的 难以咳出的这种情况 梨呢 可以用一个梨 最好用白梨 白梨 那我们辽宁境内有水中白梨啊 这我 这也是我们辽宁地产的东西啊 可以这个水中白梨 虽然外形不是那么特别大 特别白 特别胖 但是水中白梨 入药还是很 很好的 在这里我们也得为我们家乡的地方 做个小广告 莲藕 鼻气 还有炉根 各十颗就行 然后呢 这个麦豆 五颗 不用太多 五汁也是生着去打汁吗 本身它是寒凉之性 再生着打汁啊 我怕呢 对脾胃有伤害 所以说我建议 还是煎煮为好 就是煮完之后 再给它打上汁 煮完之后呢 再喝这个汁就行了 喝这个汤就行 一般性的咳嗽 喘 加黄痰 就能解除 不是一天的量 是吧 对 对对 五百五一天的量 这是一天的量 然后呢 每天喝一次就行 就能解除了一天的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